拿一張紙然後你打橫的操 打橫的操 然後這一張紙最好大一點 然後我還鼓勵你 我還鼓勵你那個 就是 鼓勵你那個叫什麼 那個去光南買一張超大的海報紙 然後呢到時候你可以貼在牆上 胖子講到哪 每一張這個都會用到 而且會問你我們現在推到哪裡 好我也會跟你講公報 這個位在他的架構的哪裡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先學 先學審計到底在幹嘛 審計到底在幹嘛 我們審計 一般我們講審計這個 通常我們公報裡面 十個公報大概有八九個都是為了財務報表的查核 那我今天講這個到時候會不會跟穿腦 你這個一定要好好的學 為什麼 因為我們到時候就要用這個東西 去預測公報的走法 去預測喔 我沒有騙你 我跟你講 你到時候就算你有哪一條法條 那個公報的條文 你沒有念到 你到時候會發現 我竟然可以預測下一條要寫什麼 超神奇的 我沒有騙你喔 所以好好聽喔 因為之前啊 之前胖子都會在黑板上寫一堆 結果後來我發現這不對 這個東西大概是胖子兩年前開始就這樣 我就直接用架構告訴你 他現在要幹嘛 然後他要幹嘛 他下一步又想幹嘛 所以你要好好聽喔 來喔 請你注意 這個是我們查核的起始點 查核的起始點 然後呢 我們開始查之後 做人總要 要規劃一下嘛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講的是規劃 例如 你現在決定要 報名 補習班 然後要考國家考試 要考會計師 所以你總要規劃一下 我到底要報哪間補習班 然後我要去探聽一下 這些等一下全部都會成為審計喔 你要探聽一下 各個補習班的風評 有沒有去比較 這個就是規劃 然後呢 之後你要訂定讀書的計畫 也就是細部的方針 計畫 然後計畫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會有查核的終止點 那查核的終止點 很多同學等一下就知道 他其實就是要出具查核報告 所以我們現在再來開始補他的骨跟肉 補他的骨跟肉 來 查核的起始點 一開始 查核的起始點 等於 接受委任 接受委任後 筆記這樣寄 接受委任後 才是我查核的起始點 不對 筆記這樣寄喔 因為胖子故意這樣寫都是有原因的 你絕對不能夠是接受委任後 接受委任後 接受委任後 才開始做我們的 才開始是我們查核的工作 我可以跟你說 之後胖子 會把審計 比喻成男女生交朋友 比喻成男女生交男女朋友 我問你喔 你現在 你現在要決定這個男生 一定要決定這個男生 是不是我未來值得嫁的老公 這件事情 你會從答應他開始交往 那一刹那才開始嗎 我這樣講 如果說假設現在胖子 在路邊看到一個漂亮的女生 就跟他說嗨 這位漂亮的女生 你跟我交往 然後那個女生馬上說 好 喔我跟你交往 有可能嗎 有可能嗎 當然是有可能的啦 因為以胖子的顏值 帥成這樣 當然很有可能 但我的意思就是 我受不了 正常來說 正常來說 這種事情不會發生嘛 你總是會跟他有個曖昧期 然後你會去探聽他 到底是不是一間 到底是不是一個好人 你才願意跟他交往 不然隨便點頭交往 萬一到時候是恐怖情人 我要跟他分手 我還到時候接到死亡威脅 所以絕對不是的 他公報講 不是接受委任後 不是接受委任後 是你前期查核工作完成後 就要開始本期的查核工作 所以是前期 就是我們前期查核工作完成後 然後呢 所以意思是 他現在就好像是兩個 就是男生女生現在要交往成為男女朋友的關係一樣 他總要有一些事情要做 首先 要交往之前 總會有一些前置作業 這個前置作業呢 就是我們第一張 第二張 這個由我們的公報 有我們的直規 這個很簡單吧 這個東西就好像 今天有一個美若天仙的笑話 他現在決定要跟其他的男生交往 他總不應該在心中先建立一把尺 我未來的老公 不可以抽菸喝酒 嚼檳榔 外帶在泡泡麵的時候 還不准摳香港腳 免得有些男生很噁心 摳完香港腳之後 再撕泡麵的油包 然後再搓一搓頭髮 然後把頭皮屑掉進去泡麵碗裡面 他說是加料 你看到這些你就覺得好噁心 我絕對不要嫁這種老公 所以你心中總要先建立一些尺吧 建立一些你的底線吧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是我們現在講的嘛 我們審計要有一些公報 要有一些直規 規範我們我們心中查人員 心中的那一把尺到哪裡 沒錯吧 然後緊接著呢 緊接著你建立完這個之後 到我們第三章的時候 在這邊你要做兩件事 這兩件事情 最少要做完這兩件事情 我們才會考慮接受委任喔 也就是最少要做完這兩件事情 我們才可以考慮跟這個男生交往喔 等一下我會跟你講 根本都一樣 為什麼 為什麼這種東西竟然要 竟然要去用背的呢 在我們公報 好 四八號公報的標籍都告訴我們 我們要 充分 充分 充分了解 搜查事業 集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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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這間公司的委託 成為他查核財務報表的會計師 我難道不應該了解一下 這間公司到底是扁的、長的、方的、胖的還瘦的嗎 要吧!我這樣問你好了 如果台積電找上你 哇!世界級的大公司 其實我就算亂查 我給出最好的查核意見叫無保留 應該也不會出大皮肉吧 好!可是如果今天早上門的是那個 就是有一個有沒有 我們不要說是哪一間 免得到時候被告 有一間公司它的mark是這樣 mark是這樣 然後他做油品 做油品 用那個劣質的皮革油 說是粗榨橄欖油 然後董事長每次出來 他就在那邊講說 我們的食品很衛生 他那個董事長 胃硬叉 胃叉充 我沒有說誰我都有保留一個字喔 你不要自己給我亂想 到時候被告 他講話有沒有 他講話就是每次都歪邊啊 對不對 看起來就不太正直啊 然後我跟你講 他那個不太正直 還經過媽祖認證耶 聽說媽祖那個 那個大甲媽 繞境的時候 繞境過彰化 聽說他跪在那個路邊 希望媽祖的鸞叫 能夠停在他的企業的門口 結果媽祖竟然怎樣 竟然頭也不回的就怎樣 揚長而去 都不理他耶 他就跪在路邊 媽祖都不理他 連媽祖都不理他的 你跑去接他的茶盒工作 很容易出事吧 很容易出事吧 所以 你總要先充分了解 授茶事業 還有他公司的內部控制好不好 內部控制是什麼 我們會計循環嘛 從分路過帳試算調整結帳編表 這個就是我們的會計循環 他那個會計循環全部搞得一團糟 日記部分路不見拿去電泡麵 然後過帳過到那個分類帳 全部拿來折紙飛機 因為職員的小孩就來辦公室鬧 沒有東西完就拿來折紙飛機 然後年底也不調整 隨便他隨便亂喊的 然後呆帳比率也隨便他喊的 你覺得這種公司你敢查嗎 一樣的嘛 一樣的 你現在要交往一個男生 你難道不用先去探聽一下 他的口風好不好嗎 就是他的風評 他的風評好不好 對不對 他那個什麼 對朋友不好 然後分組報告的時候都是當freerider 他也不願意認真做報告 然後呢 他的那個家教也不好 就從小就是在那邊混八加九 對不對 混八加九 然後也不好念書也不知道那個 不知道在幹嘛 我就跟你說 那種 我跟你講 那種八加九 我就說 你說胖子你這樣職業歧視 八加九就不好 我就跟你說 八加九好幾個特質啊 那全部都是爛公司的特質 八加九有沒有 八加九有幾個特質 什麼特質 早婚 吸毒客藥 紋身 然後 紋身刺青嘛 然後再來呢 早婚之外呢 還有他可能怎樣 未成年懷孕 未成年懷孕 當小爸爸小媽媽 你覺得這樣子的 這個生長環境 不會有什麼問題嗎 當然不是說他百分之百 就一定有問題 但是有問題的機率很高嘛 這間公司我剛剛講嘛 那是八加九 如果你要交往的男生 他有這種八加九的傾向 你自己也心中會怕怕的 一樣的啊 會計師他現在看到這間公司 電視新聞整天24小時在那邊播放 想說他是間爛公司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去業界探聽一下 哇賽 一下子偷排放廢水 一下子虐待勞工 你覺得這樣子的公司 你去查不會出事嗎 充分了解 受殺事業機器內部控制 這句話就記起來了 是為什麼 是為什麼要背 因為這句話 因為這句話字實在太多 以後胖子就把這句話 剪寫成為I love you 我要談戀愛前 我至少要知道 對方是什麼 所以以後這句話 我就是直接剪寫成I love you 再來第二句話 叫做風險評估程序 風險評估程序是什麼 我就說嘛 你看喔 你現在決定曖昧對象的那個男生 他的哥哥 早婚 然後 他的哥哥的太太 就是你之後 之後就是要叫大嫂的人 未成年懷孕 十五十六歲 就中錯了 然後未成年懷孕 然後學業中錯 你看中錯 然後呢 又有吸毒的前科 吸毒 吸毒被抓去熱戒 然後呢 身上又有什麼 就是紋身一堆 好紋身一堆 胖子剛剛講的那幾個 那幾個 就是我們在交往的時候 我們可能要去做一下身家調查的 風險評估程序 有這幾個危險的因子 我們就會認為這個人可能這樣 未來當我老公 可能這樣 不會愛護我 或者是他的家庭環境很複雜 一樣的啊 你這邊 風險評估程序 就是叫你找出他財務報表 可能有漏洞的啊 例如我這樣講好了 他的財務報表呢 他之前曾經虛報這個銷貨收入 那虛報銷貨收入 這個銷貨收入在公報裡面就是說 他就是一個非常危險的 舞弊的因子啊 為什麼 因為收入的這個認列本身 他就有很高出錯的 出錯的那個什麼 比率啊 所以如果他過去就有這些 不良的前科 我就會擔心怎樣 他的財務報表可能是唬爛的啊 這樣你懂什麼 所以其實在前期 公報裡面告訴你 最少你要做完 這兩件事情 才准接委任 公報都已經這樣跟你講了 你還亂接委任 最後出事 當然你就完蛋了 我們公報 我跟你說 我就跟你說 念好審計 你的家庭也會婚姻幸福美滿 男女朋友關係也會更和諧 因為你就是照 照著他的規矩來啊 你一開始先了解你的交往對象 他的身家 去探聽一下他朋友 之間的風評好不好 然後看看他有沒有一些 我們認為 就是認為那個可能是有一些危險的因子 例如他曾經以前分手的女友 他去當恐怖情人 去給人家戰衛兵 然後人家女生都想要分開 他竟然就是死纏爛打 然後呢 他控制欲超強 這些東西 你自己要稍微知道吧 他控制欲超強 為什麼 我們分組討論報告 他是我的組員 我現在看上他 可是喔好奇怪 他功課也不是特別好 但是都很擔心別人對不起他 三不五時就打電話問他說 你報告進度到哪 有的沒有 結果他自己報告都不做 然後都是一直督促他的組員 趕快去做 然後他當freerider 就搭便車 你覺得這樣子當你的男朋友好嗎 風險評估程序 那再來呢 其實就是這兩件事情做完了 其實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怎樣 找出財務報表的 重大不實表達風險 很合理吧 他是爛公司 過去塑形不良 在收入這邊 曾經被以前的會計師查過 他有虛增銷獲收入 然後灌營收 灌營收之後就 應收賬款 他就給他衝得老高 然後去造假財報 他過去有這樣不良的行為 我們就會認為他財務報表在收入任列這邊 可能有非常高的重大不實表達風險 所以我們之後進去查的時候 對於銷獲收入這件事情 就要仔細的查核 很合理吧 很合理喔 過去這個男朋友曾經是恐怖情人 然後呢他也曾經就是毒打他的女友 他的女友還曾經去申請保護令 所以日後我跟他結婚 我可能要怎樣 要嘛就是去練自由搏擊 找館長 找館長 去練防身術 要嘛就是怎樣 就是準備當人肉沙包 把自己餵肥一點 免得到時候挨兩下拳頭就倒地不起 沒錯吧 你就只好這兩招 要嘛找館長練防身術 要嘛自己把自己吃的跟相撲選手一樣打不痛 不然怎麼辦 你如果決心才能 他重大不實表風險就很高 好啊這樣好沒 完了之後他要幹嘛 他就說那我們應該怎樣 妥善規劃查核工作 很合理吧 他是爛公司 過去塑形不良 這一期財務報表的重大不實表風險就很高 那我就要去規劃一下 例如剛剛胖子說 他的銷貨收入這個任列 可能會有很多的腐爛 所以我這邊我就要到時候要怎樣 重點的查核 重點的查核 一樣的啊 他有家暴 他前女友的這個歷史 風險評估程序 我們就認為他是暴力狂 他是危險恐怖情人 所以我跟他交往之後 我跟他交往之後 我就怎樣 我就很擔心被他揍 所以重大不實 會被他揍的這個風險就很高 那我要妥善規劃查核工作 我就要開始想 那我是不是 兩年內要把詠春全練好 然後三年內要把那個 九陽神功練好 對不對 要神功護體 不然到時候我被打假的 對不對 沒錯吧 那妥善規劃查核工作 那妥善規劃查核工作 好那現在來 你不覺得都一樣嗎 我跟你講 你現在把這個架構 像講故事一樣 天橋下說書的這樣子 你把它記好 我到時候帶你預測公報的走法 你會嚇到 原來你以前 整天在那邊被公報 跟阿空一樣 他根本就有邏輯的 我跟你講 你這樣 你把這個邏輯記好 我們到時候來預測公報 你會覺得審計超好玩 你妥善規劃查核工作之後 他就說 你應該要設計 即執行有效的查核程序 剛剛公司的例子我們講到 我懷疑他會虛增銷貨收入 所以呢 我要設計即執行有效查核程序 我就可能跑去問他的交易對手 他的交易對手 某年某月某一天 他在帳上有一筆一億的應收 是你欠的 你是不是真的有跟他買一億的貨 結果他的交易對手說 哪有 哪有跟他買一億的貨 我才跟他買一百萬 你是不是抓到 這個東西 就是設計及執行有效查核程序 一樣的阿 再回來講到剛剛那個渣男 你覺得他是恐怖情人 你不會跑去問他的前女友 他當初是不是有幫你 當初是不是有幫你那個 揍你阿 然後打你阿 他是不是恐怖情人 然後他前女友就很哀怨說 你沒有看你現在是跑來哪裡問我 現在這裡是 木柵動物園的貓熊館耶 你看我的兩個眼睛 都變貓熊 我現在還被抓來這邊當貓熊 被人家展示 他沒有打我嗎 沒錯吧 鐵鎮鎮的事實 他就是有打我 打到他女朋友 還現在還可以 還可以 閒假疫情之餘 還可以去扮熊貓 可憐吧 可憐阿 所以設計及執行有效查查核程序 你剛剛問到他的女友了 其實你就找到證據了 你剛剛去問這間公司的錢 他的交易對手 你也會找到證據嘛 所以設計及執行有效查核程序 接下來你就可以找到 就是找到什麼 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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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適切 的 的 的 查核證據 所以足夠且適切 查核證據呢 足夠是一種量的要求 事切是一種值的要求 事切是一種值的要求 然後呢 你現在 你知道他前女友都已經作證他 那個 作證他打人啊 有的沒有的 對不對 那你 你剛剛已經決定要接 跟他交往嘛 就是接委任 那你總 最後總是要 決定要不要嫁他吧 決定要不要嫁他吧 所以 你在這邊 我們在出去查核報告前 在這邊會有完成審計 完成審計 他講的是你要評估查核發現 什麼是什麼查核發現 就是你的查核證據 現在他女友都已經作證 他前女友都已經作證 都已經作證 他會打人了 那 你評估查核發現 哎呀 他有家暴的歷史 我現在 不只 我已經在這邊 我已經在這邊 決定跟他交往了 然後 經由交往的過程 他也揍我啊 他也揍他女友啊 到處揍人啊 那我現在 有這些客觀的證據 我最後就是怎樣 要決定 要不要跟他步入禮堂啊 所以我基於 我收集到的這些證據 我要決定 要不要跟他步入禮堂 我要評估查核發現 然後最後呢 我要出具 適當意見的查核報告 出具 適當 意見的 意見的 查核報告 也就是說 啊 我都已經被他揍這麼慘了 我也 我去 我去那個什麼 我去找館長呢 學防身術 怎麼也學不起來 對不對 然後我又沒有辦法 吃得跟相撲選手一樣胖 每次他揍我 我就要斷三根肋骨 掉兩顆牙齒 現在牙齒 就是怎樣 牙齒都快掉光了 我才幾歲而已 就已經髮凸齒搖 對不對 好慘 然後肋骨一直斷 然後一直出院 我總應該怎樣 我就說 那我決定了 我決定死也不嫁他 因為 胖子有說過 婚前腦袋進的水 就是婚後流的眼淚 你就不要以後台灣乾旱 每次就叫你去水庫的集水區 哭一下 哭一下 我們就怎樣 就有水可以用 那胖子 哭一下就有水可以用嗎 不對 還要淡化 因為眼淚是鹹的 你不覺得這樣很慘嗎 我們順一下嘛 你覺得他是一間爛公司 他曾經灌過銷貨收入 好 你就覺得他的銷貨收入 他的銷貨收入可能是灌水的 所以當你接受委任之後 你一定要對銷貨收入 直直細細的查 直直細細的查的時候 你可能要去問他的 你要設計及執行有效的查證據 就是說 你要去問他的交易對手 他這個銷貨收入 是不是曾經灌過水 所以你要可能用寒證 寒證 你去寒證他的交易對手 你就可以找到 足夠且適切的查證據 那你發現 他的銷貨收入 上一期是灌水 這一期繼續灌水 我們就知道說 已經問到他的交易對手 他交易對手說 對 我才欠他一百萬 結果他怎麼會在帳上說 我欠他一億的應收 你就有充足的證據 出去適當意見的查譜報告 會計師怎麼出 就說 那你這個財務報表 根本就是唬爛的 因為我都已經查過 唬爛的 這樣就是審計 我可以跟你講 公報裡面 大概百分之八十都是走這個流程 他一開始先在前面 這個重大不時表達風險這邊 界定問題 例如 你的關係人 例如 你的氣候事項 你都不用操啦 你就是 現在第一堂課而已 你就是先把這個觀念 那個什麼 那個 學起來 他先界定問題 他現在可能要查關係人 他現在可能要 查那個法律徵送 也就是獲有事項 跟契約承諾 就是你會計常常舉的 那些獲有負債 或者是獲有 那個獲有負債 或者是負債準備的這個問題 然後這個東西都很容易成為 重大不時表達的來源 然後呢 你可能還有 我們還會學到 就是 繼續經營 如果他 公司都快倒 都快開不下去 繼續經營都有問題 那財務報表可能也是唬爛的 像這種 他就會在前面這邊 先界定問題 界定問題的界定 寫錯 我們要先界定問題 然後他叫你 在這邊 在這邊 你的查核程序這邊 他通常會 在這邊 教你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也就是教你怎麼查啦 解決問題就是 你查的程序 去應執行什麼 然後最後呢 就是胖子常說的 插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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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叫你如何收尾 你的查核報告要怎麼出 公報通常都是這樣 所以你很多公報攤開來 你就是把他每一個要探討的問題先理清 那每一個探討的問題 他都有一個問題的本質 應該要怎麼解決 對不對 像胖子剛剛講的 你會被家暴 那怎麼解決 要不要找館長去練武功 不然就把自己吃肥一點 肉多一點 他揮一拳過來 還可以擋個幾拳 不會通 對不對 要當人肉殺包 也是要有職業道德 要把自己吃胖一點 就不能夠三餐都是小鳥味 都說吃不下 所以我現在 黃色粉筆 黃色粉筆 是順推 在公報 你會看到 這個之後都是公報 每一號公報常這樣講 順推 什麼是什麼的目的喔 順推指的是目的 公報永遠都這樣子寫 充分了解授查事業及其內部控制 並同我們查核人員執行風險評估程序 的目的是為了找出財務報表的 財務報表的重大不實表達風險 順推 找出財務報表的重大不實表達風險的目的 是為了 妥善規劃查核工作 妥善規劃查核工作的目的 是為了設計及執行有效的查核程序 設計及執行有效的查核程序 那設計及執行有效的查核程序 這個目的呢是為了找到 足夠且適切的查核證據 找到足夠且適切的查核證據 我們是為了要評估查核發現 評估查核發現 我們最主要的目的 是為了出具適當意見的查核報告 出具適當意見的查核報告 這次我跟你講 這次不是說我可以預測 預測公報的寫法 而是胖子把公報他的邏輯 都把它搞得很清楚 那現在來了 我們再玩一遍 現在要玩逆推 紅色 是逆推 什麼是什麼的基礎 我跟你講 今天你就這樣 你到時候寫生論 你就可以猜到他可能在問什麼 我跟你講 你學審計 你一定要知道這一章 是在講哪裡 有的時候你從他可能在考哪裡的這個左手 他可能是在考規劃的時候 可能在考計畫的時候 你想一下胖子上課的流程 就是 哪時候我學到關係人 哪時候我學到其後事項 你去拼拼湊湊 就大概知道他會考你整個流程的哪裡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猜答案了 你知道嗎 那很神奇 但是這種東西其實沒有說多大的學問 你只要公報多念幾次 其實我相信你有辦法把這個東西掌握 什麼是什麼的基礎 出具適當意見的查核報告 你必須要好好的評估查核發現 好好的評估查核發現 你就必須要的基礎是什麼 要找到足夠且適切的查核證據 找到足夠且適切查核證據的這個基礎 是要設計及執行有效的查核程序 設計及執行有效查核程序的基礎是 你一定要妥善規劃查核工作 妥善規劃查核工作的基礎 其實是你要找出財務報表的重大不實表達風險 找出財務報表重大不實表達風險的基礎是 你要先I love you 還要做好風險評估程序刷 公報永遠都這樣寫 我沒有在騙你 這個東西我之後會問你 公報現在在寫哪裡 你給我看大標題 然後你就會發現原來又是這個架構 就是這樣 所以不要無聊 不要覺得它是背的 你就是沒事自己拿著筆這樣子畫畫畫 畫到最後你就知道在幹嘛 是誰要你寫 沒有人要你寫 可是你如果真的把它當背科 這個東西你就是一輩子就是把它當寫 我們在前期學規劃的時候 你就是一直在那邊寫 可是明明他學規劃 他整號公報的架構 他也是一路寫到尾 所以你就是每次都是有一種 見數不見0的感覺 然後寫生論就是覺得怎麼奇怪 為什麼分數永遠衝不高 就是這樣來的 這樣OK 好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要講第一個主題了 審計的定義